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是幻想海洋的镜头另一个世界 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若不清风脑中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洒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洒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洒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洒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洒干泪不要问为什么